欢迎来到诡异博物馆逃生游戏 18根漆黑圆柱高速旋转移动 变成一群绞肉机 巨大的中央空地上堆满了被绞碎的尸体 舅舅我 下半身被绞成一滩烂泥的男人 抓住我的裤脚 满眼哀求 我厌恶地踢开他的手 一抬头 却发现四根圆柱正飞速而至 将我彻底包围 眼前的博物馆 坐落在一片长满腐朽树木的枯树林中 巨大 开阔 通身漆黑 充满死亡的气息 头顶无数乌鸦不停盘旋 泛着赫黄暗光的眼睛 死死盯着地面上的玩家 好像随时准备冲下来 啃食他们的尸体 所有玩家都聚集在博物馆前的空地 我打量过周围环境后 低下头又确认了一遍手中的道具 怪物的钥匙 无视环境开启安全区 时效五分钟 强威夫人的胸针 反射一次敌人的攻击 且不削减攻击力 独腿吸兵的短剑 一击毙命 可以杀死任何对象 刚被送进这里时 这三个道具就已经在我手中了 手腕上的电子手环给出一条提示 以上皆为一次性道具 请玩家谨慎使用 电子音忽然想起 原本嘈杂吵闹的空地顿时安静 欢迎来到诡异博物馆逃生游戏 所有人都秉息凝神 等着关于游戏规则的更多介绍 只是 电子音播报完这一句后 再无声音 雪而代之的 是博物馆门前十八根刻着繁复图文的原著 在一片地动山窑中 玻璃门廊开始高速旋转着 朝聚集在空地上的玩家冲去 一开始 还没有人反应过来 直到原著群冲入玩家中心 搅起一片惨叫 被高速切割下的肢体和内脏 在空中乱飞 暗黑的夜里 血水和残肉 汇出一幅幅血红色的话 短暂又残忍 我身旁不远处 一个玩家诗神的男男 这简直就是大型绞肉机 是地狱 他话还未说完 一根原著快速从他身边擦过 甚至还未来得及喊出声 他整个身体的左半部分 已经变成一滩肉泥 此前一直在天空中盘旋的乌鸦 见到地上四处横躺的尸体残坏 不断发出兴奋的叫声 主身冲下 开始堕食 这更给玩家的逃生造成阻碍 越来越多的人性命被收割 一个男人趴在地上 拉住我的裤脚 痛苦的脸上满是哀求 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顺着他的身体看去 他下半身已经不见踪影 露出的肠子下面 是一滩混着骨头碎片的血色肉泥 在这么个诡异的地方 受如此严重的伤 他明显活不下去 况且 我本就没有救人的善心 厌恶的皱了皱眉 我一脚踢开他拽着我裤脚的手 正要离开 故觉耳边声音不对 我猛的抬头 前后左右四根圆柱 正直直的朝我旋转而来 瞬间将我包围 而四根圆柱的空隙外围 也有圆柱在收割尸体 我明显逃不出去 在圆柱马上要贴到我身体的瞬间 没有丝毫犹豫 我果断启动道具 怪物的钥匙 下一秒 我出现在一个地铁车厢里 这里应该是独立于博物馆的空间 透过车窗 可以清晰看到 空地上还未结束的惨剧 惨叫声不绝于耳 乌鸦群的美食盛宴 更把这里构成人间炼狱 我看向远处 有玩家侥幸逃离空地 跑到枯树林中 只是不一会儿 这些逃离的玩家又都跑回来 血肉模糊的脸上 没有一张好皮 好像那里有比圆柱更可怕的东西 五分钟很快过去 我重新回到空地时 圆柱已经恢复原状 在门廊上整整齐齐一字排开 如果不是每根圆柱上都挂满血肉 会让人有一种 他们从未移动过的错觉 空地上弥漫着极浓的血腥味 到处都是残肢碎肉 我刚走两步 觉得脚下不对 低头一看 但个人头正对着我 残留着的那颗眼珠里 还透着金锯 这时 电子手环上跳出一型数字 4631000 也就是说 屠杀开始之前 这里密密麻麻麻 占着1000多玩家 现在存活的还不到一半 恭喜各位玩家 成功学会使用道具 在道具检测环节顺利存活 头身都泛着金属质感的玩偶 出现在半空 嘴角夸张的裂到耳根 诡异博物馆里 收藏着世间万物 万恶圣地 招魂邪物 甚至能激发人心底 最深恐惧的幽灵鬼怪 在这里都可以一一观赏 这是一座博物一无二 让人绝对难以忘却的博物馆 现在 它的大门 即将为你打开 随着他话音落下 博物馆的大门缓缓开启 这时我才发现 门廊之后 大门实际是一颗巨大的舌头 开门不是左右对开 而是巨蛇张大嘴巴 就像在等着玩家 主动将自己送负中 我刚踏进门 眼前瞬间被一片黑色包围 但恢复光亮时 心脏处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感 熟悉的电子音又在耳边响起 复活节岛的石像 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也是大家要挑战的第一场游戏 游戏介绍 复活节岛石像有自己的生命 他们十分讨厌被参观 作为报复 会趁玩家们不注意时 偷走他们的心脏 想要顺利离开复活节岛 要先把自己的心脏找回来 游戏规则 在诡异博物馆里 暂时失去心脏 并不会让玩家死亡 但复活节岛天气炎热 阳光照耀下 暴露在外的心脏 会很快干给他锁 玩家们需要在两小时内找到心脏 否则将失去存活可能 主 一复活节岛有600个石像 玩家们的心脏 就藏在这些石像中 找到和自己手环编号对应的石像 就会找到自己的心脏 二 本场游戏禁止玩家之间 直接的身体攻击 除此之外 不对玩家做任何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谁不顺眼 抢在他前面 破坏掉他的心脏 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三游戏限时两小时 请各位玩家努力存活 安全通关 眼前是一个海岛 如荫绿草上立着600个石像 每个石像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 其中463顶帽子上 都挂着一颗心脏 但与其说他们是石像 不如说是石脱塑造的恐怖巨人 每个石像都高矮不一 但最矮的也有两米左右 眼睛狭长 白七刷的眼球上 贴着极为细小的铜人 像针孔一般 一眼看过去毛骨悚然 而且他们都会走会动 甚至移动的速度算不上满 我的手环编号是170 也就是说 我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 要在这600个来回乱窜的石像中 找到身上刻了170的那个 你要干什么 一个女生捂着心口喊叫出声 愤怒的看着不远处一个胖子 胖子从地上捡了好几个 边缘锋利的石块 瞄准一个恰好在我们附近的石像 不停将石块往他头顶上丢 那是你的心脏 他转过头 满脸恶意的看着女生 露出一个猙獰的笑 谁知道这游戏里 有没有通关名额限制 要是我心脏找得晚了 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去了怎么办 不如先提前毁掉几颗别人的心脏 反正游戏规则也鼓励这样 不是吗 暗红色的血液顺着头顶往下流 好像在石像脸上流出一道血泪 那个女生毫无意外地死了 围观这一切的玩家都倒吸一口凉气 胖子猖狂地笑了一声 恶狠狠地说 与其在这看 不如祈祷你们的心脏不要被我碰到 否则你们一定会死在我手里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这场游戏最大的变数在这 能进到这场游戏的玩家 经历过圆柱群的屠杀 心态本就极为不稳定 在生死未知的绝境下 大部分人心中的恶念会被无限放大 进而自相残杀 胖子这样的人不会只有一个 随着时间推移 玩家们会越来越烦躁 主动攻击其他玩家心脏的行为 会越来越多 要抢在其他人的攻击之前 尽快找到自己的心脏 但是 我已经绕倒转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那个该死的170号石像 而就在这时 我的心口处忽然传来一阵刺痛 这说明 有玩家盯上我的心脏 并在进行攻击 我的视线迅速在四周转了一圈 现代游戏刚开始没多久 陷入疯狂 主动攻击其他玩家心脏的人并不多 找自己的心脏石像困难 但是找一个在攻击石像的大活人 要简单多了 很快 我发现一个短发女人 她手中拿着一个临时组装好的弹弓 瞄准不远处石像头顶的心脏 在不断攻击 我顺着看过去 石像身上刻着的巨大数字 正是170 弹弓的弹力很弱 她的准头也不行 五六次都未必能打中一次 但她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何方才胖子如出一辙的 充满恶意的眼睛 死死盯着我的心脏 似乎不毁掉她 绝不罢休 最直观的证据 我胸口处传来的痛感越来越强 想自救 最好的办法是 马上杀那个女人 但游戏规则 不允许玩家之间直接的身体攻击 这个方法明显行不通 另一个方法是 抢在她之前 先毁掉她的心脏 每个人手腕上的电子光环 都会在半空打出一个虚拟显示屏 上面显示玩家的编号 编号不会消失 虚拟显示屏也足够大 有新的话 完全可以看出 其他玩家的编号是多少 她的编号是359 我没费太多时间 就找到了对应的石像 我唇边微微勾起一个弧度 现在 就看谁能先弄死对方的心脏 但意外的是 在我动手之前 有人先对359的心脏 发起了攻击 在游戏最开始攻击 你玩家的那个胖子 正奋力地朝短发女人的心脏 溜石头 而在她周围 已经有三四个石像 因为头顶的心脏破裂 而流了满脸的血 毫无意外 这些都是她的杰作 看来 不需要我费力气了 我默不作声 在一旁等着 果然 在胖子又丢出一块 边缘锋利得像刀刃的石头后 空气中传来细微的扑齿声 是心脏破裂的声音 身上印着巨大359数字的石像 血色从头顶开始 逐渐蔓延到全身 向淋漓一场血雨 等我回去时 短发女人已经倒在地上 满脸的痛苦不可置信 我的石像正在 以极快的速度不停摇圈 这也是短发女人很难打中的 奇怪的是 当我走过去时 石像的速度开始变慢 最终停了下来 好像知道我需要她头顶的心脏 再故意配合我一样 我压下心底升起的怪异感 将手贴在石像上 碰触到的同时 石像身上的170数字 发出暗红色的光芒 和我手环发起的光铜屏 闪烁了两下 像是在告诉我 我的心脏就在她头顶 但我赶快上去拿 170弹相很高 目测有4米左右 好在表面有很多凹陷 正好可以借力攀登 可我的手刚搭在一个凹坑上 石像的身体 忽然由内向外 开始不断冒出暗绿色的液体 液体有一股淡淡的心气 而且无比滑腻 眨眼之间就遍布石像全身 表面湿滑 我根本抓不住借力点 攀登上去 取走心脏的计划完全醒不通 短短4米的高度 竟在我面前构成了一条死路 我干脆放下手后退两步 抬头看着石像的脸 不知何时 他原本崩成一条直线的嘴角 有了弧度 像是在嘲弄我的愚蠢 原来如此 怪不得游戏时间还未过半 就有那么多玩家陷入崩溃 他们应该早就找到了自己的石像 却发现拿到心脏根本无从下手 石像会停在原地等待 身上的数字汇发出光芒 不过是给玩家制造虚假的希望 等湿滑的液体流出 明明白白告诉玩家 拍上石像 取走心脏不可能 被击碎的希望 会瞬间反噬玩家的理智 让他们更快地陷入绝望和癫狂之中 浑身赋满暗绿色液体的石像 极为醒目 但并没有人发现我这里的异常 看来只有石像的目标玩家 才能发现他的变化 整场游戏的设置 简直就是 在把一群人一步步往绝境上推 玩弄理智 玩弄人性 最终逼着人们自相残杀 我离开了170弹像 游戏无论设计的多么变态阴险 都绝不会给玩家死路 我找了距离偏远的位置 尽可能将每个石像 都放在视线内 开始观察 巨大的石像群高低不一 移动迅速 看起来就像我同人微缩 看起来就像移动的接梯 在我远距离平时的视野里 高矮不一的石像身影 渐渐被压缩 最终会成一个波浪般 起步不断的接梯 接梯会移动 想要逐层走上去 需要完美的选择和恰当的时机 我在心中迅速做了计划 编号和玩家手环不一致的石像 不会排斥玩家的攀登 找到最矮的石像爬上去 趁着它们移动时错身的间隙 一级一级 跳到高的石像头顶 最后再跳到自己的石像上 就可以拿到心脏 最矮的石像有两米左右 爬上去很容易 我几乎没费什么力气 就借着它表面的凹陷爬到顶端 帽子上空空荡荡 说明这个石像没有被分辨到心脏 我站起身 以170弹像的方向为目标 寻找下一个可以跳过去的台阶 在与一个高出一头的石像错身时 我脚下发力成功跳了过去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 如法刨置跳到第四个石像头顶时 我停下了 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有心脏的石像 刚才跳过来时 就险些一脚踩到它 心脏的表膜是暗红色 正在一下一下有规律的跳动 我稳住脚 尽量避免和它的碰触 碰到别人的血 会让我觉得恶心 只是 我想起方才跳过来时 看到的石像编号105 莫名觉得眼熟 就在我回忆在哪里见过它时 会远处想起一个女人的哭喊声 自打进入这个游戏 各种各样的哭喊求救声 就不绝于耳 让人听得心生厌烦 但是这个声音不同 我对它十分熟悉 甚至在进入游戏的前一个月 我还见过声音的主人 我突然回头看去 那个已经毁掉好几颗心脏的胖子 正在攻击又一颗心脏 在她的身后 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生 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满眼哀求 女生的脸和我记忆中的一个人 完全重合 分毫不差 我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 她怎么会进入游戏 两个月前 我经历另一场逃生游戏时 组了个搭档 名叫蒋毅 我们一路成功地进入第三关 只是在最后一关里 她死在另一个玩家手中 我是由蒋毅所托 在离开那场游戏后 暗中看过她的未婚妻几次 没想到 就会在游戏里见到她 我记得她的名字叫 张子瑜 虽然不清楚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但这本来也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不打算理会 可正要跳向下一个实相时 一张照片浮现在我的脑海 蒋毅穿着沙滩裤 开心的咧嘴笑着 右手搂着穿白色长裙的未婚妻 两人身后是数不尽的椰子树 构成一幅翠绿盎然的景象 我烦躁地叹了口气 停下身 扭头朝那个胖子看去 她正弯下腰寻找石头 左右摸索时 露出了手腕上的虚拟光屏 上面显示的数字 毫无遮挡出现在我眼中 105 怪不得我方才看到脚下实相身上的编号 会觉得眼熟 原来是胖子的 真是巧了 没有丝毫犹豫 我面无表情抬起脚 狠狠朝心脏踩去 滑腻软淡的触感 从脚底传到全身 接着是灌满水的气球爆炸的感觉 和心脏爆裂的扑齿声一同响起的 还有胖子在剧痛之下的惨叫声 只是这声音只出现短短一瞬 便骤然消失 我低头看了一眼 被踩在脚下的心脏 血液飞溅 几乎覆满斜面 我厌恶地皱了皱眉 张子瑜似有所觉抬起头 撞上了我的视线 我没说什么 确认他没事后 便挪开目光 朝下一个石像跳去 现在不是说话的好时候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 不可能为了他跳下石像 重新再来 而且 他如果聪明的话 会模仿我的方式通关 如果他没能成功出去 只在这里 但现在说再多的话 都没有意义 又跳过三个石像后 我离一百七十终于只有一步之遥 和其他项不同 一百七十的移动速度很快 而且喜欢转圈 这给我增加很大的难度 电子手环并不显示秒数 我右手摸上左手脉搏 借此读秒 同时眼睛死死跟着一百七十 计算他的移动速度 观察了一会后 我发现 每过六秒 一百七十就会转到我的正前方 这时 他离我最近 也是我跳过去的最佳时机 只是 一百七十的移动速度太快 稍有差池我就会一脚踩空 从四里的高度掉下去 不仅容易受伤 一不小心还会被石像踩到 变成烂泥 所以 我的机会只有一次 深呼吸一口气后 我牢牢按着脉搏 一边读秒 一边做准备 六五四三卡 数到一时 我脚下用力蹬地而起 接触到一百七十的瞬间 他开始大量渗出些滑念叶 我没站稳 一脚错空 眼睁睁看着自己坠了下去 视线里 我离石像的帽子越来越远 他的唇角又勾起弧度 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 但是 我强忍身体砸在地上的疼痛 缓缓站起身 出面前的石像勾起同样弧度的笑容 方才在滑落的瞬间 我眼睛手快抓到了心脏 他从我手中凭空消失 血而代之的时 我的胸腔又有了熟悉的心跳感 恭喜玩家杜琴成功通关 请在休息区等候第一局游戏结束 面前草地出现一个黑色的光环 我踏进去之前 回身看了一眼 方才在我跳石像时 很多玩家都看到了 见到我的成功后 他们开始纷纷效仿 这其中也包括张子瑜 看来他不算蠢 踏进光环后 我出现在博物馆的一楼大厅里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他的阴森和壮观 六层高的建筑螺旋而上 无数灰色枯骨 组成每层的围栏和俯首 墙壁是夹着黑的暗红色 只是在暗红的顶端 泛着点点微光 看过去的第一眼 就会让人联想到火场 大火吞噬烧焦一切 万物化为焦炭 只有被风吹到空中的火星 残留一丝微量 而将这场没有尽头的火焰切割开来的 是从一层到六层无数个门 每一扇门都紧紧关着 大部分暗黑无比 看不清内力 只有一扇门例外 在这个少有光亮 极为黑暗的博物馆里 它散发着强烈的光芒 隔着透明的门 可以很轻易看到里面的画面 长满绿草的岛上 无数石像在快速移动 不时有玩家在石像之间来回跳跃 很多人失足掉下去后 被石像踩死 流出的血液 在岛上进出朵朵红花 我又抬头扫射了一圈这里的内部空间 每一层的通道都弯弯绕绕 不尽相同 不知这里到底存在多少游戏 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 有玩家出来了 而且不止一个 张子瑜也在最早出来的这批玩家之中 他直接朝我走了过来 谢谢你方才救了我 他一脸后怕 理想还没缓过来 不必 我只是碰巧踩到他的心脏而已 我淡淡的说 他并不认识我 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没必要再勾起 他对蒋义死亡的痛苦 沉默了一会儿后 他抖着声问 所有在游戏里死掉的人 在现实里也会死吗 嗯 我看了他一眼 不动声色套他的话 你是第一次被拉进游戏 张子瑜是个很单纯的女生 可能为了缓解紧张情绪 明明不认识我 却一股脑把自己的事都说出来了 两个月前 我的未婚夫出了事 后来没多久 我收到一封信 说邀请我参加游戏 在游戏里 可以见到我死去的未婚夫 我猜 他可能就是死在游戏里的 原来是这样 以死去的玩家为锚点 将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亲友 补充进新游戏 这样死多少人都没关系 反正总会有新玩家被拉进来 简直就像一场大型传染 我厌恶地皱了皱眉 这时 有着星红眼珠的玩偶出现在半空 恭喜各位玩家成功完成第一关游戏 一楼大厅面积很大 占了不少玩家也显得极为空旷 我低头扫了一眼手环 上面显示的数字变成2571千 在游戏开始前 这个数字是4631千 也就是说 第一关死了将近一半的人 玩偶忽然飘到我面前 冰冷的机械衣里莫名 带着喜气洋洋的吊子 恭喜玩家度勤在第一局游戏里 成为首位通关的玩家 作为奖励 你将拥有挑选下一关游戏主题的特权 十张扑克牌大小的红色卡片出现在面前 所有玩家的视线都会聚到我身上 我看着玩偶一如既往夸张的笑容 从里面读出了无限恶意 无论我选择了什么样的游戏 游戏开始后必然有人不断死去 到那时 幸存的玩家会将这一切都怪罪到我身上 毕竟他们无法和拥有绝对主导权的玩偶抗衡 但从未玩家 很明显我是个很好发现怒火的对象 这哪里是给我的奖励 分灵是麻烦 而且空气中不断涌动的压迫感告诉我 这个奖励我无法拒绝 我干脆随手抽了一张 交到玩偶手中 玩偶看了一眼卡片的内容 身体腾空而起 欢快地绕着大厅上空转了两圈 欢呼吧 玩家们 你们即将进入15世纪 开始一场和勇士有关的冒险 他冲到我面前 令人生厌的嘴里吐出了下一句 是由玩家杜琴 亲自为你们选择的 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横击竖发列着十艘海盗船 每一艘船 都是15至16世纪海洋大冒险时期的风格 沉重漆黑的木板构成船身 线条极为冷力流畅 两侧各有五个黄铜炮门 黑色帆布上 飘扬着醒目的骷髅旗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200多个玩家 被平均分配在这十艘船上 但是船和船之间距离极远 几乎不会有任何联系 看来是要每艘船独立通关 第二关游戏介绍 你是海盗船招募的新船员 正准备跟随船长一同展开冒险 就在海上遇到了无风区 海盗船停滞不前 你要想办法帮助船长脱困 否则你自己也会面临死亡 第二关游戏规则 本关游戏不限制玩家任何行为 不限制通关时间 请各位玩家努力存活 安全通关 我陷入了沉思 在真实历史上 最早的蒸汽机轮船诞生于17世纪 15世纪的船只还没有发动机 都是一番二番 所谓无风区 是指海上既没有风 也没有海流的地带 无风区都是令人恐惧的死亡地带 所以这关游戏最直接的要求 是想办法在无风区 推动船只前行 离开这里 如果这是整个游戏的唯一目的和难题 那游戏规则没有任何补充 也说得过去 但这就需要玩家自行分析出 游戏中可能出现的危机 从游戏介绍上来看 玩家的参与方式属于角色扮演类 我的身份是海盗船的新船员 相对应的 这艘船上应该也存在老船员 无论船员新老 两个群体都极有可能混入部分NPC 而逃生游戏中的NPC 一般都是危险的存在 再加上海洋中状况未知 这场游戏的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三点 一来自NPC的危机 二来自海洋的危机 三无法逃离无风区 被困死的危机 当然 对我来说还有第四个危机来源 就是其他玩家 所有玩家都记得 这次游戏的主题是我抽选的 即使我不知情 他们也完全有怪就我的动机 毕竟 游戏规则说不限制玩家任何行为 前台词就是 你是海盗船的船员 任何杀戮都是被允许的 所有船员集合 船长要进行驯化 一道粗广的声音响起 我回过神 跟随其他船员 汇集到甲板上 在汇入人群之前 我学了个不起眼的角落 抹了一把地上的污泥 堵在了脸上 全船的船员一共有50多人 玩家和NPC的比例 基本对半分 我扫一圈人群 没看到张子瑜 他应该在别的船上 船长的左眼 覆盖黑色面罩 一道狭长刀疤 自额头贯穿至下巴 看起来极为惨暴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船员们 说 我接到密信举报 有女人混进我们招募的新船员中 在海盗船上 女人是邪恶的代表 她们会招来这世上最恐怖的诅咒 会毁了我们的伟大事业 现在我要求老船员们 挨个检查新成员身份 一旦发现有女人 必须举报 我会立即将她丢入大海 船长的话 透出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只检查新船员 这帮NPC还是很好分辨的 游戏设置他们的身份 是海盗船的老船员 所以他们的脸上 都带着一股很凶狠的煞气 喂 你跟我过来 我要检查你的身份 一个左边嗅管空荡荡的男人 冲我仰了仰头 示意我跟他走 可能因为角色扮演的缘故 进入游戏后 我身上的衣服也随着环境换了 现在我穿的是一身 很典型的海盗服 长发被一条粗绳捆着 压在头巾底下 加上方才我为谨慎其间 特意涂黑了脸 仅从外表看 很难分辨出男女 但私下检查 我会瞬间露线 我一边跟着毒臂男人走去 一边脑中不断思考对策 到底怎么做 才能安全逃过检查 最直接的方式 是趁毒臂男人不注意 抢先杀了他 但这有被其他人发现的风险 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 或者把他敲晕 反正他没看清我的脸 等他清醒过来时 也找不到我人 转至无人的拐角时 我悄悄摸了个怒棍藏在身后 在毒臂男人准备回头的瞬间 我直接一棍子敲在他头上 毒臂男人晃了晃 身子不受控制的往下倒去 我将他拖到两个雷起来的木箱旁边 就从他怀中摸了平壤母酒 将大半酒水洒在他身上 如果有别的NPC 恰好路过这里看到他 浓烈的酒精味 会让人以为他是喝醉了 解决掉眼前的危机后 我靠在船弦上 开始观察海面 如游戏介绍所言 一眼望不到头的海面上 平静无波 没有一丝连依和水纹 静得就像一潭没有边际的死水 我刚准备收回视线 不觉不对 又回身探过头 等死盯着海面的一个点 这里的海水是墨蓝色 颜色深得像挤满了乌鱼的墨汁 但我盯着的地方 颜色要比周围还要深一些 而且 它是有形状的 过了一会儿后 它的形状渐渐舒展 从海面上冒出头来 我借此看清了它的全貌 它本体应该是条普通的海鱼 但现在完全变异了 眼睛从鱼头上脱离开来 被两条血管一样的线连着 鱼身上的鳞片全部流化 远远看去像身上挂满了腐烂的葡萄 最恐怖的是它的嘴唇 已经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满触手的口气 完完全全是一条海中怪物 它也看到了我 口气中的触手不断朝我挥舞着 不过它的能力有限 触手无法伸长 根本碰不到我 这时 它的身后忽然涌起一片涟漪 一条比它体型更大 同样变异的 予以极快的速度冲来 将它咬入尺中 触手翻腾 眨眼之间 它就被撕碎吞入腹中 水面被嚼起阵阵波纹 我借此看清了海水里的真容 无数变异的鱿鱼 章鱼 螃蟹等海洋生物 密密麻麻塞满了整个海面 一眼望过去 让人头皮发麻 它们全都一动不动 好像已经死了 但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它们的眼睛在死死盯着我 眼神中满是对食物的渴望和贪婪 我退后几步 远离了船舔 游戏中不会有多余的危险 没猜错的话 新老船员之间还会有其他对决 答案很快出现 到了晚上 所有老船员都变得不正常起来 他们面色明显变黄 眼眶开始凹陷下去 眼神发直 身上的肌肉迅速萎缩 只有一层皮贴在土架上 包裹住身体里的内脏 看着像是一群穿着人皮衣服的骷髅 无意例外都透着骨瘦如柴的饥饿感 船长舔了舔唇 贪婪的目光扫视着船上的玩家们 我们的食物不够 已经饿了很久 再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会饿死 你们说该怎么办 站在船长身边的应该是他的大副 大副摩擦着手中的刀 说海里的鱼发生变异 已经不能吃了 我们只能从船上寻找新的食物 为什么新船员们看起来这么胖 肉会这么多 感觉应该很好吃 我耳边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咕噜声 船长刺起枯黄的牙齿 音音笑着 说肯定是新船员们偷吃了我们的食物 那我们就吃他们吧 就从肌肉最多 看起来最健壮的人开始好了 正好给船减重 有利于我们逃出这个鬼地方 先挑两个 食物不多 我们要省个点吃 所有男性玩家的脸色 肉眼可见苍白起来 原来如此 白天船长说要搜查新船员中的女人时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男玩家没有危机 这不符合游戏的公平原则 原来男玩家的危机在这 他们普遍比女玩家肉多 更容易被选为食物 很快 两个男玩家被挑了出来 形似骷髅的老船员力气奇大无比 两人无论多努力都无法挣脱 在他们的哀嚎声中 船长抽出手中的刀 依次捅入他们的心脏 尸体很快被拆分烹煮 拆下来的骨头丢入海中 我没往外看 但可以清晰地听到海水被搅动的声音 NPC们聚在一起 吃得大块朵頤 其中一个甚至捡起一颗眼珠 一口在口中爆开 我身后一个同样逃过排查的女玩家 死死捂着嘴 拼命抵抗想要呕吐的欲望 盛宴的狂欢之后 NPC们酒足饭饱 纷纷陷入昏睡 甲板上响起一片憨声 好像催命的号角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样下去 用不了几天 我们就都会被吃过 有人急切问道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抢在前面先杀了他们 一个体型非常健硕的男玩家走了出来 如果今晚不解决掉这些NPC 明晚他很可能会被选为食物 他走到一个NPC面前 试探着踢了两脚 NPC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他捡起地上的刀 对准心脏捅了下去 拂吃一声 心脏被刺穿 男玩家脸上露出喜色 只是还没高兴多久 他的脸色就变了 NPC的心脏 在以极快的速度愈合 甚至将刀刃挤出了身体 男玩家不死心 又一次砍向脑袋 肚子 但无一例外 砍伤之后 NPC的身体很快就恢复如初 他擦了擦额头渗出的冷汗 抬头看向其他玩家 声音中的颤抖暴露了他的恐慌 我杀不死他 其他玩家一拥而上 纷纷捡起刀 不幸挟似的乱砍向 睡死在地上的NPC们 可是血肉横飞过后 所有NPC的身体都在迅速复原 砍杀对他们来说 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伤害 有人瘫痘在地上 有人崩溃大哭 我看着陷入慌乱的人群 头开始一抽一抽的疼 在这场游戏里 玩家群体明显是同一阵营 玩偶是故意的吧 分配给我的 全是没有脑子的猪队友 不用杀他们 直接把他们丢海里 我冷声说道 人群里安静了两秒 有人问 我们分尸都杀不死他们 丢海里会有用吗 我瞥一眼 看似恢复平静的海面 那些变异的鱼能 自相残杀互相吞食 很可能也有吃掉NPC的能力 玩家和NPC之间 绝不会达成和解 如果无法解决他们 这关游戏就是个死局 我懒得解释这些 只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几个玩家面面相去 犹豫一会儿后 合力拖着一个NPC 将他丢入了海中 NPC被抛入海中的瞬间 海面顿时沸腾起来 无数变异的怪物一跃而起 争相咬食着NPC的身体 不过眨眼之间 他就被瓜分殆尽 玩家们顿时精神一震 将NPC一个个丢入海中 船上船下互相呼应 构成一幅诡异的狂欢画面 在船长要被丢下去时 我出声阻止道 船长不能扔 他还有用 拽着船长裤脚的玩家 看了我一眼 嘲讽道 这帮NPC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逃离无风去 留着他有什么用 你别妇人之人 我冷冷看着他 眼神如刀 那你知道逃出去后 船该朝哪个方向航行吗 他噎了一下 才后知后觉 玩家中没人知道航行路线 惊呼 你们快看 美食盛宴结束后 海中的怪物开始发生变化 它们的身体开始急速膨胀 不断往外冒出粘液 怪物和怪物之间的粘液 一旦触碰到 便会迅速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这些怪物前赴后继互相连连着 最终拼凑出一个巨大的海怪 海怪的身体不断变化 收缩 树章 渐渐长出头部和二十多分触手 变成一条巨大的章鱼怪 并且全身上下 布满了无数冰冷阴暗的眼睛 揪进海里的 不然那些怪物不会变异 这个游戏也是你选择的 如果不是你 我们怎么会面临这种绝境 有玩家崩溃之下大声指责我 其他人都沉默不语 但都默契站在他身后 明显表明了态度 我冷笑一声 后悔了 如果不把那些NPC丢下去 你还能想到其他破局的办法吗 还是说 你已经做好了成为NPC附中食物的准备 他哑然 继而涨红着脸 愤愤的说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做 不快点想出办法 我们很快就会死在那只章鱼的手里 我摸了摸兜里的道具 抬眼看它 你这是求我的态度吗 我求你 他愣了一下 我没耐心 再把时间浪费在这帮玩家身上 扫射他们一眼 干脆一次说完 现在船上已经被玩家控制 想要逃离这里 必须有人领导 除我之外 还有谁能保证 可以带这艘船逃离这里吗 鸦雀无声中 有个女生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有通关的思路了 远处的巨大章鱼还没有行动 但那二十多条触手在有力的击打海面 搅起阵阵锅浪 我的确有一个思路 但是能不能行得通 要亲自试试才知道 你们应该都有反伤类道具 把道具给我 我带你们通关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道具是要留着保命的 我怎么可能给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是你选择了这个游戏 没准你和那个玩偶是一伙的 就是想要我们的命 郭造声吵得我一阵心烦 我干脆掏出独腿吸冰的短剑 打开电子手环上的光屏 展示他的作用 一击毙命 可以杀死任何对象 喧哗声顿时止住 所有人都惊疑的看着我 我慢条思理的说 在为了个人利益 而临时组成的共同体力 想高效获得最稳固的结盟关系 靠的不是道理 信任 或者求生率这种虚飘渺的东西 靠的是威胁 恐吓 碾压性的武力 只有这样 团队里才会只有一种声音 实现完全的团结 大片乌云袭来 阴沉沉压在头顶 夜晚光线昏暗 但挡不住我手中 短见范畴的光 我勾了勾唇 说 我敢用道具 杀不听话的人 你们谁敢反杀我吗 有人惊恶的瞪大眼睛 你疯了 道具是过关保命用的 你怎么能用在同类玩家身上 勾我后腿 阻止我过关的 无论是NPC还是玩家 在我这都需要清楚 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情绪 一个玩家故作冷静的说 不可能 你肯定在序章声势 你只有这么一个道具 怎么可能杀得了我们二十多人 是杀不完 所以 你们谁愿意牺牲自己 换取其他人的安全 没人再说一句 我露出个残酷的笑容 他们不可能为了其他玩家 把自己的命送到我手上 更没有胆量硬痛硬 同样拿道具对付我 毕竟 道具对他们而言 是保命的存在 所以眼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 乖乖听我的话 把道具交给我 同时交付 因畏惧而生出的信任 等着我带他们通关 很快 我的手中 多了将近二十个道具 这些道具有个共同点 就是可以反击 或者控制目标物 但又不会彻底杀死对方 我将玩家们挑出两组 每组十人 负责传两侧的黄童炮门 剩下的零星几人 则同我一起站在甲板上 拿着绳子 随时听我的命令 所有人就位后 我沉沉地看着远处的章鱼 下了命令 瞄准章鱼 打出你们手中的火炮 伴随着接连不断的轰鸣声 天际被染出一片火光 火炮接二连三轰炸在章鱼身上 它瞬间被激怒 以极快的速度朝船游来 普通的火药对它无效 这点我早就预料到 等它冲到船正面时 我叫停了火炮攻击 章鱼的三条触手 火着滔天怒火高高扬起 要砸在船上 我看准时机 在它马上要砸过来时 使用了第一个道具 预判对方的攻击 并使其无效化 一击落空 章鱼恼怒更胜 开始击二连三的攻击 没打过来一次 我就用一个道具 道具见底时 章鱼的耐心也随之告气 它高高扬起身体 几乎将整个鱼身 完全直立在水面 触手向四周蔓延 将整个身体拉扯到极限 又陡然生出无数尖刺 铺天盖地向船只袭来 巨大的压迫感下 我脸色没变一分 催动了道具强威夫人的胸针 反射一次敌人的攻击 且不削减攻击力轰的一声 章鱼的身上出现无数血动 每个血动都在往外 鼓鼓冒着黑色的血液 它的身体晃了晃 眼看着就要倒下逃入海底 我赶忙对身后 早已愣住的几个玩家喊道 丢绳子 快 五根粗绳打成了套圈 稳稳套住章鱼的五条触手 另一头则被固定在船头 但章鱼没有任何反应 它的头甚至已经钻入海面之下 子佛不肯冒出来 谁那还有火炮 直接轰它身上 我没有一丝客气 轰的一声 因为爆炸距离过近 巨大的冲击力甚至摇动了船 章鱼晃悠悠地钻出脑袋 眼中早已没了神采和斗志 这时 天气已经泛白 船长悠悠醒来 身体也恢复了原状 我让玩家讨打出船只航行的路线后 窃下了他的一条腿 眼里要航行的方向 远远丢入海水中 白天时 船长已经不是不死之身 交代了航行路线后 他唯一的作用就是被分尸 成为章鱼的诱饵 章鱼迅速游过去古时 被固定在船上的触手 拉动了整条船 向前滑行出不远的距离 这方法可行 所有玩家都面露喜色 半个小时后 我感受到了风帆的涌动 有风吗 有玩家惊喜地说 一阵狂风吹来 风帆被满满鼓起 章鱼瞬间消失 看来我们已经彻底逃离了无风区 但是我并未收到第二关游戏结束的提醒 船还在向前航行着 无人掌舵 它在自动调整速度和方向 天气昼黑 我们又驶入一片黑暗中 包裹船只的海水不知何时已经退去 巨大的海盗船仿佛航行在空中 而我眼前出现了进入游戏以来 我见到的最恐怖的画面 不停咆哮 牙齿上挂着血肉的尸身人面相 凝成了墨比乌丝环 永远也走不出去的长城 巨大暗室里挤满的中世纪情剧 下着绵绵细雨的青灰色鬼村 无数恐怖场景被压缩成人球 与海盗船擦身而过 这些是什么 身后有人颤抖着问 声音里带着极大惊计 我默了默 说 是博物馆里的其他房间 你也可以理解为游戏 身后传来压抑的哭泣声 第二关游戏已经将人心力耗尽 谁也不知道第三关会面临怎样的难题 船右向前航行了一阵 眼前开始出现光亮 飞去的海水渐渐回涌 而且是很清澈的蔚蓝色 我站在船头看去 在视野的不远处 竟然出现了一个码头 码头工人扛着沙袋来来往往 小姑娘提着花篮 向路人兜售着鲜花 一对情侣携手而过 两人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耳边的喧嚣声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经历过方才的惊险逃生后 这里安逸的气氛 简直就像是天堂 其他玩家不知何时已经走散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 没看到玩偶的身影 凝神细听 也没听到任何游戏的通告 难道第二关还没结束 那个是杜琴吗 身后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看 是张子瑜 他浑身都被水浸透 脸上多出好几个伤口 红肿的眼睛里全是惊恐患 不知他船上的玩家 是怎样逃离无风区的 但看样子 他受到了不少下 他问我这是哪里 我摇摇头 对眼前的情况也感到莫名 走出码头时 我看见路对面立着个牌子 上面写着 放下自我 可得永生 游戏里还有邪教 我扬了扬眉 这时 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人走过来 露出个礼貌得体的笑容 说 恭喜两位玩家成功逃离无风区 这里是安逸港 请问二位需要申请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吗 一旦申请成功 不仅永远无需参加游戏 还有机会回到过去的游戏 找回在游戏中死亡的亲友 张子鱼愣了愣 不可置信地问 你的意思是 曾经死在游戏里的人 可以就回来 男人亲切地笑了一下 在游戏里死亡的玩家 魂魄会困在游戏里 如果你申请成为安逸港的永久居民 将会拥有特权 将以死玩家的魂魄救出 我的心沉了一下 果然 张子鱼没有任何犹豫 激动地说 我要申请 我要去救我的未婚夫 那么 请随我去办手续吧 男人摆出个请的手势 张子鱼正要跟上 我一把拉住他 问男人 代价呢 无需再参加游戏 可以救回以死之人 你只说了 成为永久居民的好处 没有说代价 男人迎上我的双眼 面对我的质问 语气仍然亲和 代价是要留在这里 成为安逸港的一部分 毕竟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是吗 这和提前把自己的命 交付在游戏里 有什么区别 我以为张子鱼会回心转意 他却坚定的看着我说 活在游戏 还是活在现实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只想和阿易在一起 再一次向我道谢后 他毫不犹豫的跟着男人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我没有再劝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没必要去干涉 如果有什么后果 也是他自己承担 但我没想到的是 隔了仅仅十分钟 我又看到了张子鱼 他手上拿这个苹果 边走边吃 笑眉眉的和我错身而过 他没有认出我 张子鱼 我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回过头 惊讶的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认识我 我沉了口气 问你找到蒋亦了吗 他的眼中 渐渐升起迷茫 蒋亦是谁 我定定的看了他两眼 最后在他因为不安 而变得惶恐的眼神中 转身离开了 确认他完全失忆后 一个想法在我脑中逐渐成形 清晰起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乘船离开无风区的那一刻 第二关游戏就已经成功通关 之后 船只驶入半空 遇到无数游戏场景 其实是第二关和第三关游戏 之间的过场 也就是说 现在我身处的安逸港 就是第三关游戏 没有电子音的播报 因为这关游戏和欺骗有关 在经历第二关游戏的 险境环升 过场时又亲眼目睹 无数个其他恐怖游戏的场景后 人的精神会高度紧绷到极致 在这样的状态下 陡然进入一个安静平和的沿海小港 又没有电子音的指示 很多人会瞬间松懈下来 因此毫无防备 被NPC欺骗 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证据就是 我环视四周 见到了许多之前同传的玩家 他们一一从我身边走过 却没有一个人认出我 每个人看向我的眼神 都透着坦然的陌生 他们都被这里的NPC欺骗 失去属于自己的记忆 彻底困在了这里 小姑娘 要不要买一个包子吃 新鲜出炉的 还热乎着呢 沿街商铺的老板 突然打断我的思绪 被蒸笼熏红的脸上 满是清和的笑意 没钱 我冷淡的说 老板似乎没拼出我的拒绝 物质用袋子装了两包子 塞到我手里 没钱也没关系 就当我送你的 尝尝看 包子热气腾腾的 不断散发着香气 直直往鼻子里钻 显得极为诱人 我的心却在瞬间冷下 因为我想起 张子鱼和我擦身而过时 嘴里在吃着苹果 其他失忆的玩家 要么换了身心衣服 要么拿着不同食物 或者手里捧着 从码头小姑娘处拿的鲜花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和安逸港进行了交换 这说明 只要从安逸港处 得到了某样东西 就会被这里吸纳 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低头再看 褶皱精致的白面包子 在鸟鸟热气中 竟渐渐变成了两个骷髅头 第三关游戏的陷阱 我已经基本摸清 现在要找个 就是通关方式 整个安逸港 我已经绕了一圈 没有找到任何 可以离开的出路 这说明通关方式在内部 我又沿着它的内路 重新走了一遍 走到码头处时 那块粒在路边的牌子 又一次闯进我的视野 放下自我 可得永生 我停下脚步 眼睛紧紧盯着这八个字 直觉它一定和游戏相关 大脑开始高速旋转 如果说永生代表着 活在游戏里 不会老也不会死 那么自我应该暗指 玩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 将整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放下你真实的生命 你可以在游戏里永存 那想保留自己现实的生命 就要站在永生的对立面 也就是死亡 只有死亡 才可以成功离开这里 我从袖子里 翻出一把之前在海盗船上 捡到的匕首 锋利刀刃紧紧贴在脖子上 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头脑 没什么好犹豫的 右手快速划过 吐吃一声 我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博物馆一楼的大厅 此刻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恭喜玩家杜琴 成功通过第二关 第三关游戏 后面的话迟迟未响起 直到玩偶硕大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电子音笔满是震惊 你竟然真敢对自己下手 就不怕判断错了 会死在游戏里吗 对歌喉的痛感 还残留在脖子上 我不适的摸了下脖梗 冷冷的说 我的判断从不会出错 玩偶瞬间恢复了笑容 选择你当玩家 真是我做的最凝职的决定 你简直就是天生为游戏而生的 为游戏而生 我厌恶的看了他一眼 毫不掩饰 自己已经恶劣到顶点的情绪 我只为自己而生 你们这些东西 无权决定我的命运 我已经彻底收够了 每隔两三个月就拉我进游戏 一次次死里逃生不说 这次竟然还让我亲自手刀自己 不管玩偶设立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我都要结束这一切 玩偶对我的恶劣情绪一无所绝 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 此刻他还再次大地说着 区区人类 你没有反抗的能力 我劝你乖乖听话 过躁的电子音瞬间消失 他错愕地低下头 视线里一把短剑稳稳插在他的心口处 而短剑的手柄 则握在他看不起的人类手中 独腿吸兵的短剑 一击毙命 可以杀死任何对象 哪怕这个对象是游戏规则制定者 也无法例外 锋利铁片插进对方心脏的触感 让我的心情稍微好转 我凑到他耳边 轻轻问 杀了你 会彻底结束游戏吗 以心脏处的伤口为中心 玩偶的身体在不断崩裂 瓦解 他四代嘲弄地说 你太天真了 就算杀了我 游戏也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回答我早有预料 毕竟我在游戏里见过的重要NPC 不止他一个 我收回手 厌恶地将短剑丢在地上 眼看着他的身体完全消散 一字一句道 没关系 我今天能杀你 明天就能杀接听你的NPC 早晚有一天 我会将这些破烂游戏也全部毁掉 被迫经历死亡的羞辱感 让我有了新的目标 我不仅要找回自由 我还要彻底报复回来